23号一早北部终于下雨了 桃园市长郑文菜在社群发文很开心 直呼终于听见下雨的声音 但从石门水库的及时影像看来 雨势并不大 约在早上8点多雨就停了 石门水库集水区10个雨量观测站 其中7个站都有降雨记录 早上测到平均降雨率约3.9毫米 但总算下雨还是个好消息 期盼雨要下在集水区才有用 石门水库目前真的只有三成的水 桃园目前还在进行陶族的供水调节 所以我想这个抗暗计划还会持续下去 希望所有的市民一起配合来做节水 石门水库水位过低 造成未在上游的江牧岛对外交通几乎中断 连用浮筒搭建的临时码头平台 周围都是烂泥巴 山伴小船都难以进出 直接影响江牧岛居民的民生问题 对此桃园市府提出两大解决方案 快速的建立起 这个陆地的连外道路 大概超过一公里左右 那我们改走罗浮来进出 那这个工程大概需要900万 我们是以紧急工程的方式 尽快的完成 那另外我们请北水局 需要在这个临时码头的部分 那是否能够做局部的输菌 让临时码头也可以上岸 我们今年起雨也起了啦 可是就是天空还是不会下雨 那水情是真的很严重 水库缺水让许多民众跑来关心 而上周六却有人直接走进水库底下探险 导致陷阱软烂的淤泥之中 目前北水局已经派人将阿牧平码头 及通道区域封闭 避免发生危险 新唐人也在第四湖下张链接 台湾投缘报道